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头朋友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同时施压台湾岛和日本 其实相关的消息非常多 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和最直接的消息分别有两个啊 第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商务部称啊 有可能针对这个台积电施加罚款或者说限制台积电使用美国的技术 另外一个那就是美国准备要惩罚日本的芯片设备制造商 因为你还在继续的向中国提供着制造芯片的设备 那美国为何要同时施压台湾岛和日本呢 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可能会说美国无耻 但是的话你要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 那美国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你会越来越发现美国越来越像楚汉争霸时期的项羽啊 大家回看那段历史 大家就知道美国最后那个结果跟项羽自吻于乌江之边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我这样跟大家讲相关的消息有很多 都有哪些消息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咱们先来聊聊啊 美国针对台湾岛的一个施压 待会会跟大家解释啊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 然后这是啊美国相关的一个信息技术类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爆料啊 称有两名消息人士称啊 美国现在美国商务部现在啊正准备啊 针对这个台积电开展这个调查 调查这个台积电是否向啊 这个是否为华为制造这个AI的这个芯片 你只要被美国商务部确认了你要出大问题啊台积电出什么问题 刚才跟大家讲了那就是针对台积电罚款或者说限制台积电使用美国的一个技术啊 那美国为何开展这样的一个调查呢 首先提醒大家一句啊 事实到底是什么不重要 美国人给的只是一个理由 为什么这样去跟大家讲 这个消息放出来啊 就非常的古怪和怪异 哪里古怪 古怪的地方挺简单 因为啊这个消息称啊 这个调查只是啊 刚开始开展只是初期还没有实质的一些进展 但是的话大家想想还没有一些进展的一项调查 谁放出来的消息啊 为何要放出来这个消息啊 谁放出来的 只有是美国商务部内部的人士才能放出这种相关的一个消息啊 而且调查还没有实质的进展 怎么就有这种消息要放出来 为什么展示姿态 为何要展示姿态 美国人要干嘛 这个态度很明显 就是直接冲着台湾岛而去啊 为何冲着台湾岛而去 其实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美国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台湾不想成为美国首领的筹码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赖清德都在一直以来啊都在聊一件事啊 你别看赖清德跟中国大陆顶着来 但是赖清德的变化非常的有意思啊 但是他这个变化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他这个变化目的也是为了利益 也是为了赖清德呀 民进党啊 台湾这帮政棍呢 要维持在台湾岛上的利益啊 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很简单 从一个所谓的台独金孙 变成台独工作者 台独工作者后来变成务实台独工作者 后来又变成务实工作者 对不对 然后呢又变成了什么呢 又变成了这个新两国论 对不对 新两国论呢 又往前更进一步 变成祖国论 祖国论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论述啊 那是把台湾与中国历史连接了起来呀 尤其是赖清德在讲他的所谓的祖国论的时候 然后的话提到了辛亥革命 对不对 你别看他把那个伪中华民国顶在自己的脑袋上 扣在自己的脑袋上 但是他的目的很明显 从一个台独金孙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台湾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 这还是台独吗 赖清德一边在主张着这些 另外一边在主张着啊 这个两岸要平等 有尊严的交流 平等有尊严的交流 虽然说死活就不承认那个九二共识 但是他论述啊 已经来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领域啊 但是还不足够啊 跟大家讲这个答案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还不足够 对不对 要你干嘛就干嘛 别打折扣 对不对 打折扣 那你也是有问题的 你有反心 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总而言之吧 赖清德想要表态跟大陆来谈 但是的话 对于美国而言 你是美国人 你怎么看 美国在台湾的投资收回来了吗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讲过很多回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那就是美国人给技术 美国人给订单 美国人给市场 美国人给钱养出来的 美国人还给政策呀 有岸外包政策呀 对不对 美国那是彻彻彻彻底底的 把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给给给做到了今天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说你赖清德 主动跟大陆来谈了 两岸对不对 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那美国那如何收回 在台湾的这个投资啊 而且呢 台湾自己主动跟大陆来谈 如果实现的话 那美国想要利用台湾 对不对 啊 跟大陆这边啊 要点利益 包含最近特朗普 不是有所表态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 如果啊 这个大陆啊 这边进入了台湾岛 然后的话 那就加征关税 对不对 这都这都开始明码而标价了 美国人为什么明码标价 因为拦不住这个趋势了 趁台湾那边还没有冲向大陆 美国这边先开架了 对不对 大家以为民主党有什么区别吗 哈哈哈哈 哈里斯哈大姐 对不对 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说呢 然后的话 台湾岛这边某些态势方面 一目了然 而且呢 之前跟大家聊过 美国人想要台湾岛的芯片制造业 想要台积电 一点都不装 一点都不演 拆的GPT的母公司 OpenAI 一张嘴 那就是100家还是20家 台积电的工厂 要去美国设厂 结果呢 台积电拒绝呀 对不对 跟美国人说不啊 美国人说啊 我我美国有有国内法呀 芯片啊 芯片与科学法案 2030年之前 要成为世界第一号的芯片制造业大国 那如何成为芯片制造业第一号的大国呀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啊 对不对 虽然说去了三家工厂 但是的话 这三家工厂都没投产的到现在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呀 对不对 想要啊 在台湾岛收回啊 自己的投资 曾经的投资 然后他想要借着台湾岛 跟大陆这边换取利益 眼看着不可能成功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台湾对不对 你台积电有问题 对不对 你台湾台积电有问题 我要查你 我要发你的款 我要限制你使用美国的技术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这样去干 你听不听我的话 你去不去美国设厂 大家看明白了吗 其实大家仔细的去看 台湾岛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就会发现 他们两边的矛盾越来越大 为何越来越大 其实这也就是美国 现在最大的那个问题 美国人现在自己无能为力发展呢 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他没有能力往上去走 怎么办呢 只好 对不对 抢自己当年养出来的这些小老弟 对不对 当年美国人那真的是啊 给钱 给技术 给市场 对不对 也给你政策 然后走到今天呢 什么都不给了 而且还要从你家里边拿东西 这就是美国人向最大的问题 美国要强的话 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之前跟大家聊过 看韩国所谓的部队锅 对不对 韩国当年为什么会有部队锅出来 很多同学认为啊 好丢脸 去美国的军事基地门口翻垃圾桶 翻那个美国大兵不要的午餐肉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定得记住丢脸归丢脸 但是他能够养活一家老小啊 对不对 把那个美国的这个美国大兵 吃剩下的午餐肉拿走 拿走完了之后 往这锅里一顿 加点泡菜 加点方便面 吃饱饭了 总得有口吃的吧 你没这口吃的 你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其实这也就是当年 这个美国人是如何对待 周边这些小老弟弟 给你点残羹冷制 让你能够养活一家老小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那就是去美国的军事基地门口 对不对 翻他的垃圾桶 美国不仅扔不出来这个午餐肉了 美国人现在还派大兵跑到你家里边 把你们家自己刚买的午餐肉 对不对 你自己造出来的午餐肉 你炖出来的部队锅给你收走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问题 美国当年的美国跟现金的这个美国出现了极其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当年美国有钱呢 走到今天美国还有这个钱吗 对不对 美国现在在工业实力上如何 反正是美国工业能力 你看这个造船就知道了嘛 造船行业 中日韩啊 中韩日啊 这是世界三巨头 中国对不对 现在远超韩国 韩国远超日本 美国在哪呢 对不对 这个世界的工业制造能力 中国占了将近40% 美国在哪呢 这还只是传统行业工业 对不对 那先进的啊 高科技行业呢 看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对光伏 然后的话 还有风力发电 这在世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少说都是百分之八九十啊 对不对 那更不要提新能源汽车啊 这个新能源的动力电池 还有一些储能的电池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行业 美国行业在哪呢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两个行 那两个宇航员 太空人 下不来 对不对 美国连这个行业 航空航天领域都不成事了 这就是美国遭遇的最大那个问题 自己无能为力了 发展不上去 怎么办呢 缺钱就去 对不对 谁离他近 他敲诈谁 对不对 台积电得拿走 包含韩国的三星 SK海力士 同样得去美国设厂 这就是美国人 现在的一个态度啊 对不对 而且美国人看似很聪明 跟大家多讲一句 美国人看似很聪明 稳住中美关系 对不对 中国啊 解放军 试射啊 这个洲际导弹 对不对 回天灭地的玩意啊 上面载荷弹头的 结果美国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是好事 美国坚决不与中国顶 也无能为力于中国顶 稳住了中美关系之后 马上回头 对不对 马上回头啊 这个台湾岛 我警告你对不对 你台积电有问题 对不对 让我查出来了 罚你的款 或者说限制啊 限制你使用美国的这个技术 不然的话 去美国设厂 这就是美国人 现在的一个状态 你台你台湾岛 你听不听话 你那个小赖赖 你听不听话 小赖赖 你如果不听话的话 你问题大了去了 跟大家讲 相关的消息 还有很多 美国对台湾岛 包含 大家也都知道啊 台湾岛内 这个小赖赖的 这个小民民 小民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他最最传统的一项政策啊 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反对这个 这个核电啊 反对核电 大家所熟悉的那一句啊 用爱发电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民 小民民啊 游行的时候 喊出来的口号吗 反对核电的时候 反对喊出来的口号 我们用爱发电就够了 不要核电 对不对 然后呢 关于这个事情 美国这边 包含一些海外的一些媒体 开始开始造消息了 称啊 民进党在这个核电领域啊 开始松动了 多多少少 令人有点担忧 想要挑起台湾岛内部的一些 争议和矛盾 对不对 你小赖赖 你不听话 我挑起你 岛内 各种各样的一个矛盾 你等着看 你也等着瞧 对不对 你不听我大老美的话 你不拿钱出来 你把你不把你们家的这个 自己刚买的午餐肉给我交出来 对不对 你有你好看 他有你好瞧啊 对不对 这是啊 咱们先讲啊 这个台湾啊 台湾岛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然后大家想想 美国为什么这样去干 先是利益 但是美国这套政策玩来玩去 看似聪明 你看他针对台湾岛 这个政策的这个细节 很有细节 各种各样的议题 我都挑你的毛病 刚才跟大家讲了相关核电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再到这个台积电 我整体全压下去 看起来微操很好 看起来手软很软 但是挥出大问题 为什么呢 咱们先讲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 那就是啊 关于啊 美国针对日本 美国针对日本也是啊 照样啊 下重手啊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啊 最直接和最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消息啊 那就是你日本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芯片制造的一些设备啊 我们美国要罚款了 罚款了 对不对 你出大问题 出什么大问题 你跟这个中国的这个芯片制造商 你还有一定的一个联系啊 我让你啊 去动手 针对中国 你不去动手 你你要出事 我罚你的款 让你的日本的芯片设备制造商啊 出大问题 我跟各位讲 多讲一句啊 在这个芯片与芯片制造设备这领域啊 大家以为美国在跟中国死磕吗 大家真以为美国在跟在跟中国死磕吗 去看一看 美国两大芯片制造设备提供商 都是啊 40%多将近50%的市场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 在中国大陆 大家记住这个数据哦 美国自己的这个芯片设备制造商 向这个中国大陆去卖 没关系 日本去卖 不行 对不对 不行 那这个事情有道理吗 大家不要管他有没有道理 还是跟大家讲 跟那个台湾岛的新消息相关 对不对 那就什么呢 这是美国人正在展示姿态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你有没有事实到底怎样 对不对 不重要 对于美国人而言 我美国人就是要把这个态度展示出来 压力给到你 对不对 你有本事你跟你跟我大楼没顶啊 你敢顶吗 对不对 这是美国对于台湾岛对于日本的一个姿态 不仅如此啊 然后美国对于啊 这个日本的这个施压 那是全方位的 比比针对台湾岛还要狠 还要硬 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其实是啊 为什么美国对于日本的这个施压 其实现在最近的这些消息 结合起来来看比台湾岛大 因为自民党内选出来了一个石破帽啊 这东西真没办法 石破帽是啊 在这个日本的政坛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的这个政策呀 那都是啊 不招惹中国 对不对 在一些啊 这个中国和关心的一些议题方面 日本要做出妥协 这一般也一直以来也都是石破帽的一个主张 多多事少要妥协 但是啊 还是跟大家提前讲一句吧 一聊到日本的政坛 那总会有什么 亲华派亲中派反中派反华派 就这种名字出来 日本的政坛没那么的简单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这个亲华 但是的话 亲华反华亲中反中 他都有一个基础 他要先以日本的利益为优先 这个以日本的利益为优先 亲华反华亲美反美 亲中反中等等等等 这些观点都放在第二层次 大家把这个东西 要讲出来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绕的一种状态 但是大家先有个前提 不要那么简单的看日本的这些政客 对于中国而言 对不对 美国对你石破帽施压 我中国照样施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优先 你对不对 没准会跟啊 日本内部的这些极右翼啊 进行进行构合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然后的话 日本的极右翼 如果对于啊 这个石破帽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影响 双方构合了 那日本极右翼翼的一些政策也会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啊 日本的极右翼与石破帽进行构合了 对于日本政坛来说比较稳定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对于日本来说是个好事 所以说呢 对不对 他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总而言之吧 这样的一种态势 大家要看清楚 不要急于判断谁好谁坏 谁对谁是 谁对谁错 这个世界只有动画片里面 好人坏人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世界大部分都在啊 这个灰色的一个地带 对于日本来说更是如此啊 记住这一点 对不对 然后美国对于石破帽的施压 接下来跟大家讲啊 那可多了去了 为什么美国要施压石破帽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石破帽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系 它的政策一直以来都不死顶 美国人需要的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聊过 在美国 美国在南海的那两个航母的编队 被中国的三色万吨大区 给驱赶出去之后 美国媒体西方媒体 就进行过一轮讨论 如何对抗 对不对 中国的万吨大区呢 要用盟友vs万吨大区 这就是美国接下来的政策 对不对 盟友我美国不冲 盟友冲 对不对 盟友你一定得冲 盟友如何冲 这就是关键点了 如何冲 挑动美国所谓的盟友 与中国的之间的一个矛盾 对不对 包含 对不对 你像日本跟中国那历史上的仇恨多了去了 挑动这些东西 让日本与中国 对不对 发生直接的一个对抗 美国就赢马 反正是你们打了打去 我美国呢 你们内部消耗自己的一个实力 我美国 对不对 也就不担心了 我老大的位子也就会越来越稳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政策 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然后的话 这个对于啊 这个石破帽的一个施压 然后的基于的是什么呢 基于的就是石破帽的这个政策 与美国的这个主张 盟友对抗中国 这样的一种主张 完全完全对应不上了 所以说石破帽 你等着看 几点 最直接的一点 也就是所谓的啊 那个静鬼神社 对不对 那个静鬼神社啊 然后对吧 这个参拜的问题 这一次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静国神社 比较大型的一个一个祭殿 对不对 叫什么秋季祭殿啊 比较大型的一个时间段 结果呢 这个石破帽啊 就上了点贡品 自己也没来 不仅石破帽自己没来 我跟各位讲 日本现在的内阁 一个人都没来 别说石破帽 都在岸田岸田文雄时期 岸田文雄其实也是啊 一个对华政策 稍微温和一点的 这个日本的首相 他不像安倍晋三 他也不像小泉春一郎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稍微的温和了一点 但是岸倍晋三时期的日本内阁 去对不对 参拜这个静鬼神社啊 这样的一个内阁成员 多了去了 这个这个啊 什么像 那个那个像 对不对 你包含什么防卫一像 这都是排着队啊 往这个静静鬼神社 去跑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你看现今的石破帽的 这个内阁 对不对 他与这个静国神社 静鬼神社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关系 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有 就有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有那股的味就出来了 然后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美国掌控的某些海外媒体那里 大家知道是如何做消息的吗 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什么呢 间接的迂回的指责 对不对 你啊 是这个 这个你石破帽不行啊 软弱呀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去干呢 对不对 你你日你要为了日本好 你就得啊 玩点硬的 你怎么能够如此的一个软弱 他用一种 第三人称 或者说啊 第三方视角 来讨论石破帽 关于静鬼神社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你石破帽有问题 这就是美国掌控的海外媒体 最近关于石破帽的相关的消息的一种报道 这还只是这一个呀 那跟对针对这个石破帽的这个消息多了去了 而且不仅如此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一个问题啊 石破帽在这个自民党党内党首啊 那个选开始的时候 之前就跟大家聊过相关的消息 那个时候石破帽面对的自民党党内的这个竞争对手 也就是安倍派 也就是小权派 然后呢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之前出来的新闻多了 那里那个时候 各种各样针对中国 莫名其妙的新闻 包含啊 什么针对什么孩子儿童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聊过县纪的一些问题 包含日本的那个 那个护卫舰 对不对 往这个中国领海去冲 对不对 就这种莫名其妙的消息 层出不穷 而且当时岸田政府给出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那个护卫舰要干嘛 梁月号到底要干嘛 查了半天 查了 查了半天什么呢 那个那个 反正那个舰长给他撤了 撤了之后呢 那个舰长 对不对 他他说他不认识方向了 就拼命的往中国领海去冲 冲了20分钟啊 这是在干嘛 就献祭的味道特别的一个重 尤其是啊 那个梁月号往中国领海去冲 像不像当年 对不对 东沪会战之前的 那个那个 虹桥机场事件 之前跟大家聊过 两名日本啊 把日本的军官 然后坐着这个车 往这个虹桥机场去冲 当时虹桥机场的守军 把这个日本的军官 两名日本军官射杀 结果呢 很快 松沪会战就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日本国内需要一轮舆论的支撑 中国太坏了 中国好坏坏 中国坏透了 我们得惩罚中国 那如何惩罚呢 我们得派兵登陆上海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己内部国内的舆论之称 为了日本内部有那么一波正棍 想要与中国进行开战的这些正棍 满足他们的政策方向 造出来的一轮舆论 如何造出来的献祭啊 献祭两名日本的军官呢 所以说日本自民党内部选举的时候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神奇的这种新闻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石破茂赢了 安倍派系输掉了 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叫什么呢 大家等着看 对不对 马上日本啊 日本的国内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开始选了 对不对 然后不是自民党内党首的选举了 然后整体要开始选 还会有新闻 现在关于啊 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首相的这个选举 接下来 对不对 又得进入白热化 这个白热化跟美国有什么相关 那大家就得看到啊 现在自民党 对不对 日本的自民党啊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叫立宪民主党 然后立宪民主党的党首呢 是日本前首相啊 爷天嘉宴 大家把立宪民主党与爷天嘉宴 一起来看清楚就行了 立宪民主党成立于2020年 啊 这个成立的时间非常的一个短 这个爷天嘉宴 个人的一个主张也非常有意思 咱们先看啊 这个立宪民主党与这个自民党 自民党可是啊 这个日本 日本国内啊 千年的老大 结果走到今天 真的是去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呀 首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有一个民意调查 这算是日本官方的一个民意调查呀 然后呢 这个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呢 啊 称22.6%的受访者将把这个代表票啊 投给这个自民党 22.6%其实不高啊 自民党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下去掉 然后呢 这个立宪民主党啊 有多少人支持呢 是14.1% 22.6%跟14.1% 这个差距已经开始接近了 而且立宪民主党是增加了 是往上走这个支持度 自民党是往下去掉啊 不仅如此啊 这个 这个自民党 这个这个 关于啊 这个首相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 这个 石破茂与野天家宴呢 石破茂啊 这个支持者占了47.2% 这个野天家宴 占了29.5% 其实这个差距也没有 也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自民党 遇到了一个极大号的一个对手 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 他跟美国相关 看野天家宴 看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成立时间短 野天家宴 日本的前首相 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野天家宴的一些政策 非常的直接 拥抱啊 日本与美国的那个 又金山合约 拥抱又金山合约 其实这跟完完全全亲美 或者说抱着美国人大腿活着 就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了 而且野天家宴 个人是完全完全的 跟那些极右翼啊 在某些观点上特别的相近 你别看美国人一说啊 这个立宪民主党 是一个心左 对对 有点 有点左翼倾向的一个政党 但是野天家宴本人 他比 他比安倍晋三 还要靠右 还要右翼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这个 这个安倍晋三都提过啊 那些啊 日本的战犯啊 可能是坏人 野天家宴说什么呢 反正是我们日本跟美国好了之后 那就代表着美国人原谅了我们 所以说没有战犯 美国人原谅我们了 哪有什么战犯呢 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坏人 那美国为什么原谅我们呢 野天家宴 家宴这个人的政治观点 大家看明白了吧 野天家宴 立宪民主党声势都在往上去走 为何会往上去走 日本国内 日本国内的一些舆论的走向 可见一斑 对不对 然后主张要抱着美国人大腿的政党 以及候选人 得到了大幅度的一个支持 未来对不对 这个石破帽将会面临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美国人也在为立宪民主党 以及野天家宴啊 这个敲鼓柱为海外的媒体 也在称啊 反正是啊 这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力量 自民党已经老化了 自民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日本人不是特别的支持自民党 对不对 都在支持啊 这个立宪民主党 美国人已经开始了这一轮的舆论的一个导向 所以说你说美国人现在如何对待日本的 不仅对待日本的产业 比如说像芯片制造业 芯片啊 制造设备提供商 都在进行施压 而且对于这个石破帽也要开始施压 美国都在想要干嘛 你得听我的话 你得符合我的利益 我美国人虽然说啊 没办法不敢跟中国解放军直接进行对抗 但是我要依赖盟友VS 对抗万吨大区啊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拼命的往这个方去走 而且呢 对不对 这种政策 所谓的施压美国的小老弟 跟美国啊 特别亲密啊 对不对 就亲美的这些势力 还能赚到钱 对不对 还能赚到产业 比如说台积电 比如说日本的芯片设备提供商 而且还会打击美国的芯片设备提供商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芯片设备提供商吗 对于美国来说 既能赚钱啊 这个政治外交领域又有好处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美国现在针对啊 日本和台湾岛的一些动作 那美国这样去做 刚才跟大家讲了 哎 美国有利 既能赚钱 又在产业上有帮助 而且呢 没准还得逼着这些地方 对对 与中国中国大陆进行对抗 这是政治外交 经济方面 全得力 但是问题来了 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了 美国人这么玩下去 那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那个结果呀 为什么呢 你看起来美国人聪明是吧 对不对 你看起来美国聪明啊 修复啊 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稳定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跟中国直接发生一个对抗啊 中国解放军啊 试射毁天灭地的洲际导弹呢 美国人都不都放不出一个屁来 对不对 看起来美国啊 决心要与啊 中国保持一定的良好的一个关系 而且美国还在降息 虽然说最近看起来美国的政策 又要180度大掉头 但是之前那段时间 对美国的态度非常非常的一个良好 看起来很聪明吧 骗了全世界 对不对 我与中国修复关系啊 中国也跟我谈了啊 看起来他骗了所有人 对不对 但是的话啊 你看我美国马上又掉头了 对不对 马上又掉头了 我降息也不继续降了 然后的话 我对日本对台湾岛 我继续的施压 反正你中国能说我一个步子 我都跟你都跟你修复关系了 我都对台湾岛施压 我对日本施压 我也不是啊 针对你跟你中国中国大陆啊 对不对 那种直接的一个关系的施压 那台湾岛天天的 那是你 是你中国啊 内战遗留的问题 我对台湾岛施压 能说我什么 日本呢 跟你跟你中国有血海深仇 你能说我什么 所以说 你看我美国多聪明 跟中国对不对 这是头号敌人 哈哈 我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但是我啊 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之后 我在台湾岛 在日本这儿 又赚钱 没准还能够 让我的政策啊 让盟友对抗中国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 能够得以持续 你看我美国多聪明 我相信讲到这儿 很多同学会质疑 那怎么就跟这个西楚霸王 他相关了呢 你这样去干 对不对 你以为中国啊 就没折没折没招了吗 对不对 你美国现在啊 又在世界上搞事情 你不管在哪搞事情 你都影响我中国的利益啊 为什么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对不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然后的话 这个日本啊 再怎么说 对不对 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很密切嘛 你影响了日本的经济 你就影响了我中国的经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互合作 互相尊重 台湾岛 那是我中国人的地盘 对不对 你你弄台湾岛 那那不行 你别看内战遗留的问题 那也没有那么的 也没有那么允许你 美国谁想要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最近的一个消息啊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 朝鲜1.2万人上乌克兰 对不对 1.2万名士兵上乌克兰 而且今天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外交方面的消息啊 中国外交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记者发布会的时候 表达了一个态度 对不对 有记者问呢 啊 这个朝鲜 这1.2万名士兵啊 这个事啊 你中国怎么看 啊 中国的看法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希望这个局势的稳定 没有更多的一个评价了 没说谁好 谁坏 反对支持都没说 我们希望局势稳定 这个态度再明显不过了吧 对不对 你美国不乖乖的做出一些 我中国人爱看的事 说出中国人爱听的一些话的话 对不对 你耍那种小聪明 你以为我就不找你的麻烦了吗 你再算那个小九九 你在那边啊 再玩一些小动作 你以为我就没动作了吗 你以为你与我修复关系了吗 我想干嘛 你管得了吗 对不对 朝鲜那边1.2万人上战场 你美国人要不要继续消耗啊 耗的是谁 耗的是你美国和欧洲人 对不对 给钱的是谁 给武器 在派着顾云军上战场的是谁 你爱怎样怎样 对不对 有的玩 想玩吗 好好的陪着你玩 继续的耗你 而且巴以那边 以色列也不听你的话 正在 正在加大扩展啊 扩张这个战火 那你美国人又得给出多少支持呢 继续的耗你美国 耍那种小聪明 你越不要和平 你就越承担那个代价 你越想算计 对不对 越想对不对 越想让这个世界啊 按照你美国的方式去做 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你就影响了我中国的利益 我中国主张的是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那你美国啊 与我为敌 那我自然而然 你要看一看 对 在哪里能够放你的血啊 如何放血 能放的快一点 总而言之 你美国人等着看咯 然后这还只是一方面 对不对 这是啊 这个美国与中国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看回西楚霸王项羽 对不对 西楚霸王项羽就是如此嘛 谁跟他贴的近啊 他就对谁渔去以求 啊 谁听他的话 他对谁渔去渔去以求 谁不与他为敌 对不对 他就对谁渔去以求 项羽自己分封出来的十八路诸侯王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那被项羽弄死的那不止一个呀 这个楚怀王 楚异帝 跟项羽够直接的一个关系了吧 这是啊 楚国亲自扶植起来的一个天下的共主 啊 大家都听楚怀王的话 都听楚异帝的话 结果呢 就因为楚怀王楚异帝 稍微的跟刘邦有点关系 你项羽就弄着这个鹰部啊 去把这个 就把这个这个 楚怀王楚异帝啊 给啊 放水里给泡着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说你项羽在别人眼里边 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谁跟你近谁倒霉 鹰部同样也是如此啊 鹰部替这个项羽干黑活 然后鹰部就得冲锋陷阵 就得与刘邦为敌 就得送命 你对不对 项羽在后边看着 那鹰部到最后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跟这个刘邦 对不对 那大家那就降了刘邦吧 我也跟我打不过刘邦 我投降了 鹰部也不拼命 谁拼命啊 所以说你项羽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 自己想要干嘛就干嘛 自己吃亏的时候就小心翼翼 扣扣唆唆 名字叫项羽 那算计过来算计过去 总而言之 算计的全是新编人 对不对 那个心眼极其的一个小 这个之前跟大家聊过 最最鲜明的代表就是韩王成 韩王成跟这个刘邦有点关系 因为张良 结果呢 韩王成就被项羽弄死 你不能拉拢拉拢韩王成吗 你自己封出来的这个 这个韩王 对不对 你不让人家就藩 到最后呢 还弄死他 那你不重判亲礼 谁重判亲礼呀 项羽到最后 对不对 为什么落得一个自稳于乌江之边的一个结果呀 不就是因为重判亲礼吗 刘邦有那么厉害吗 楚汉争霸刚开始的时候 刘邦打得过项羽吗 打不过呀 为什么输了一回 又来一回 输了一回 又来一回 为什么 你看看刘邦背后站的都是谁 都是你美国的小老弟呀 真正想要弄 都是你 都是你项羽的小老弟呀 对不对 真正想要弄死项羽的是谁 真正想要弄死项羽的是 你项羽啊 跟你项羽最亲近的这些人 为什么呢 大家都怕你 这个怕还不是无根之水 这个怕是有根据的 因为你项羽就是这种人 谁跟你近谁倒霉 美国现在是不是这样 你看起来很聪明啊 我又能赚点钱 我就罚款呢 对不对 我又能够赚点产业 台积电呢 日本的这个芯片设备提供商啊 我还能赚点产业 我没准政治外交领域 还能让我的政治外交政策执行下去 你看起来可聪明了 但是 众叛亲离啊 跟你美国人接近的这些 对不对 你美国养的一些小势力 你美国都这样对待 那跟你美国人为敌的那些势力 人家就更决心继续跟你美国为敌啊 你说这么去玩玩下去 美国会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呀 虽然看起来站在中国人角度上会说啊 美国人好坏 对不对 这个也欺负 那个也欺负 但是你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来看 看美国现在的这种状态 你会跟美国人接近吗 大家等着看吧 美国未来什么样呢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